先來帶大家看一個酷東西 這真的是我看過 最沒有摺痕的摺疊手機 沒有騙大家 Hi 大家好 我是韻魚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啊 其實我在滑我的FV 剛好大概2019年是現在 算很慢 兩年前的這個時間 其實我在深圳去摸那個華為的摺疊機 是Main X 2019年算是摺疊機的元年 然後剛好今年就是兩三年過去之後 現在越來越多品牌在做摺疊機 那我這一次上手的是 OPPO的新摺疊機 叫做OPPO FINE N 大家知道OPPO呢 其實以FINE這個系列為他們最起見 最高階的一個系列的產品定位 那N我覺得有點取名 就是異曲同工之妙吧 大家還記得三星的摺疊系列叫Z嗎 他們現在把它反過來叫N 有沒有 還是會有一個摺疊的感覺 所以呢他們推出了他們的第一代 第一款的摺疊機 但是我有去稍微研究一下 其實他們過去呢這個產品呢 他是說已經歷經了開發四年 然後出了六款的原型機 那最終呢才推出我手上的這一款FINE N 它目前呢有三個顏色 有黑色白色還有另外一個是紫色 走比較少女一點的那種質感 這一次為什麼他會一直強調說 他們花了四年達到六台的原型機 其實他們在這個鞠鏈的這個摺疊的技術呢 也花了一段功夫 我自己覺得他 我其實所有的摺疊機 目前啦在市面上的摺疊機我都有摸過 其實這個質感真的還蠻滑順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讓我感覺其實真的蠻像三星的那種鞠鏈似的 那他還有一個受惠於這樣的設計好處是 他可以在很多角度呢去做停留 那這也會帶來一些很好利用的地方 例如說你擺著 你今天要做筆記啊 或是我們看YouTube啊 他會像一個類似桌架的感覺 或一個微型小型迷你筆電的感覺 那你也可以把上面當作你的影片的視窗 下面還可以滑其他的資訊 這個螢幕呢其實是三星的E5的螢幕 那他上面就是用了他們那個 硬的那個柔性的玻璃 他們就是有在講說這個鞠鏈設計啊 讓他是成為目前摺痕最少的摺疊手機 我必須說啊我看過這麼多真的 我覺得這台真的像是 你不可能完全沒有摺痕 但我覺得已經非常非常的 減少摺痕的感覺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 摸上去也蠻平滑的 這點還蠻讓我驚訝的我覺得 所以研發四年 出了六款的 還是有差 大家第一眼不知道會不會跟我一樣 我的第一個感受呢是 這個尺寸有點奇妙欸 有沒有覺得 他的尺寸其實我覺得 也算是他的賣點之一啦 我們先看到他其實跟三星的4系列的 設計非常的像 他主要也是有兩個螢幕 外螢幕跟內螢幕 外螢幕呢他是5.4吋 然後是18比9的一個比例 所以他是主打是單手握持的一個感覺 那他的外螢幕呢 其實也是用AMOLED螢幕 可以看到一個挖孔在上面 更新率其實只有60赫子 我覺得他就是給你一個 你一般如果你只是平常使用啊 你可能回個訊息 查個什麼資料 你可以單手從你的口袋拿出來 然後稍微可以馬上回覆 就這樣 那他只有60赫子的螢幕 並不是一個主打的螢幕體驗 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看影片啊 或者是想要用更多工的一些應用呢 你打開來之後呢 你會擁有一個7.1吋的小平板的感覺 那這個螢幕的比例非常特別 他是8.4比9 所以其實接近1比1了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他也創造了跟其他的折疊機不一樣的 就是你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橫數 就是你要直立或是 旋導螢幕的那種感覺 因為接近1比1了嘛 所以這也是他一個主打的一個賣點 我現在開地圖 我們看到就是一個比例嘛 打開來之後呢 你會擁有一個全螢幕體驗 那他有一些快捷手勢 例如說兩指下滑 就可以做分割的應用 那我現在隨便開 例如說我想一邊看 Google Chrome 我要邊查我的資料或邊看影片都可以 那另外像是他在筆記的一些特性的APP功能呢 我們把它打開 我們試指呢 稍微這樣 他也可以變成一個像是懸浮的視窗 給大家看一下他這個後面的鏡頭 相機模組有沒有讓你想到也是Fyne系列X3 有一個環形3的那種設計的感覺 所以他有點類似融為一體 就是邊緣稍微隆起 沒有什麼邊界的感覺 拍照方面呢 他當然可以受惠於摺疊屏 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例如說呢 我們現在在拍照對不對 OK 把它 邊拍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預覽視窗 有沒有你還是有一個很大的拍照視窗 可是又可以邊看 你剛剛所拍攝的照片 再來就是如果今天你想要幫你的好朋友拍照 我們攝影師就會入鏡 有沒有看到 就會有這個封面螢幕的視窗呢 可以讓你的朋友知道 他可以稍微調整一下自己的儀容啊等等 所以幫別人拍照 男朋友幫別人拍照的時候 就不用太緊張 因為女朋友就可以自己看 大概是這種感覺喔 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他其實也有指紋辨識 然後下面呢 他其實是雙氧神器 跟他很特別是疊在一起的 所以你打開呢 你會有兩個喇叭在底下 他的電池 現在也是目前摺疊機手機 可以搭載最大的電池容量 是4500mAh的電池 因為摺疊機在設計上 可能電池還是有些局限 但現在可以搭載到4500mAh了 那在充電方面呢 還有支援15W的無線充電 然後有33W的有線快充 所以在各方面呢 我覺得都有在更精進更進步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亮點呢 可能還是在OPPO本身的工藝上 還有他在這個螢幕尺寸的比例上 他們一直搶到就是黃金比例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呢 他們想要在這一塊 有打出一點類似差異化 因為畢竟目前 沒有摺疊機做這樣的設計 所以當時那個他們的產品長呢 寫了一個公開信 就是訴說了他滿滿對這個品牌 這個產品的熱情 他就有說下了一個slogan 他就說要夠小又要足夠大 不知道大家可以意味得出來嗎 就是你摺起來的時候 你是有一個單手握持的體驗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很喜歡單手的 掌握手機的感覺 但是又要足夠大 所以他讓你打開來的時候呢 你又有一個可以小平板的應用 所以可能是他們在這個螢幕的 比例跟設計上走出了一條新的路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可能其實看到 例如說三星啊 然後還有華為啊 還有很多的摺疊機 那這是OPPO的新摺疊機 第一個上手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喜歡這樣的螢幕比例設計嗎 如何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厚度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73mm 然後重量是275mm 其實算OK 就摺疊機現在差不多 如果你想要這個摺疊體驗的話 差不多就是這樣 但是放口袋好像還OK耶其實 像三星的就會非常的長 對 所以就是每一家都在走不一樣的路 這一次在OPPO INNO DAY上啊 他們還有發表了一款AR眼鏡 叫OPPO EAR GLASS 就是主打很輕薄 現在它其實看起來很像一般的眼睛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外夾的晶天 我覺得這個造型很特別 我看有些人說很像刮鬍刀 有點像 那它是磁吸式的耶 看到嗎 我們就把它吸上去 目前是要搭配OPPO這個他們出的眼睛 那我現在把它搭下來囉 現在可能畫面看不出來 應該蠻有趣的 但是呢在我右邊的這個螢幕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 綠色的一些資訊的顯示 那我像我旁邊這樣滑 就可以切環顏面 像我現在看到是主頁 然後再往旁邊滑 我可以看到今天的行事例 在滑 可以看到我今天的一些活動量 例如說步數啊什麼的 然後天氣現在是仁愛里26度C 好就是我最喜歡的功能 它有提磁器的功能耶 來現在我現在唸給它聽齁 5.49吋的前置螢幕 更接近現在市面上之外 手機的螢幕的長寬比例 當手機展開的時候呢 考量大部分使用者在看影片啊 閱讀和玩手遊的時候 都會有螢幕轉成橫式的需求 我們這個應該要拿來當我們的道具吧 我以後跟大家就是介紹手機的時候 我就把題詞放在這邊 就很自然的講話 這個很有趣耶 那它還有一個翻譯的功能 就是好像你可以聽到別人的話 然後自動翻譯成語言在下面 我覺得都蠻特殊的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 嘗試性的一個新的東西 還蠻有趣 然後呢可以看到這邊有它的一個充電座 我覺得真的很像刮鬍刀 把它這樣放進去 它做了一個類似像小屋頂的感覺 讓它去保護它這個鏡片 然後放上去就可以充電了 給大家看一下新產品 苦喔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另外兩色 紫色跟黑色 黑色是那種霧面磨砂質感 手感就是很像之前OPPO我們有摸過 例如說Reno 6 它們那種很棒的一個磨砂質感 都不錯 售價方面呢 印象中就是人民幣開出來的定價 其實沒有超過四萬塊台幣 那當然真實價格目前還不確定 然後會不會在台灣上市呢 也還不確定 可是我覺得開頭就有時候 我2019年摸到了第一款的摺疊機 到現在 我有很明顯的感受到 真的進步很多很多很多 那大家對於今天的摺疊機 還有蠻有趣的AR眼鏡 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是韻魚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